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相对而言生活中其实跟很多女孩子一样 我比较喜欢亮晶晶的呀 或者是金属质感的一些小物品 比如说背包啊 然后饰品啊之类的 您觉得自己是个猎奇的人吗 不算 不算猎奇的人 你有什么偏好的元素 偏好的元素 比较喜欢金色跟银色这两个颜色 那您平时就是怎么去寻找的文化 我其实是会非常多的去关注街拍 然后杂志 包括上网上去浏览一些非常棒的博主们的一些搭配 我觉得这些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穿衣服的一些灵感 你有自己的固定的造像师吗 我的妆发师是有的 那服装师大多数是我自己 我确实是做了这件事 因为我美白大概是恩年为果 因为一直就是完全还是很黑 所以我就决定说索性美黑吧 然后反正就还是现在这样 我会选择 比如说轻松一点的会去打游戏 然后现在呢会去比如说跳舞啊之类的 释放一些自己的能量 广大保证之下 或是你的问题就是说 你怎么保持现在这个身材 身材的话 其实首先我的一个秘诀就是 我经常的去量体重 基本上一到两天一定会去量体重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你可能增长了十斤的体重的时候 你会非常难控制下来 但是如果你每一天都去监测 那可能只长了一两斤的时候 我马上减掉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再有呢就是相对而言不要吃太多的油腻的东西 对健康和对你保持身材都是有好处的 您的粉丝都说您现在太瘦了 然后有想法说把自己量胖一点 没有 我希望我能够更健康一点 因为现在身材确实是比较瘦 那我希望我能够更结实一点吧 很感谢你们在意我的健康 然后在意我的身体 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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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